在沐溪轩越两城边界 有五万轩越将士叙事待发 就等着我们的信号 将军要不要试一试 不愧是城主 我真想了周全 你唬谁呢 那就试一试啊 三妹啊三妹 你们这群人的火气 怎么比我这个征战沙场的武夫还大 火气不大 没人害怕 好了好了 天色不早了 你们早点休息 明日 我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且慢 云罗公主的事 还没完呢 周副将轻薄云罗公主 毕竟也没成功 依你的意思是 只有成功了才能追究 没成功 此事便要罢了 对啊 这又不是很合理吗 那依照将军的意思 当初你娘怀你的时候 把你生下了你便是人 若是没有把你生下了胎死腹中 你便连人都不是了 关三妹 放下 等会 再来 没人 别人 看看 不可 走 主上 让微臣杀了他 此事你们谁都不要插手 我一定会为云罗 出了这口恶气